我们这堂课会学数数活动的 我们会学习每一千个一数 我们先看看这里 社区团体为了都会村 和银海村争取兴建公园 进行一个签名运动 这里就是都会村 都会村有多少座大厦 1,2,3,4,5,6,7 都会村有七座大厦 每座大厦可以收集到一千个签名 我们数一数一共可以收到多少个签名 刚才看过都会村有七座大厦 每座大厦可以收集到一千个签名 我们现在每一千个一数 看看一大厦就一千个 两个大厦两千 三三千 四个大厦四千 五个大厦五千 六六千 七个大厦就七千 所以问一下都会村一共可以收到多少个签名呢 对了 就是七千个的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银海村 银海村应该是都会村旁边的 银海村的大厦数目都会村多了一座 那就是有八座大厦了 如果每座大厦都可以收集到一千个签名 那大家想一想 那大家想一想银海村可以收集到...! 多少个签名呢? 我们每一千个一数 八个一千是多少? 嗯,对了 所以银海村一共可以收集到 八千个签名 大家又有什么想法 现在社区团体 已经在九座大厦 进行了签名运动 每座大厦可以收集到 一千个签名 想问一下 现在社区团体 一共收到多少个签名呢? 九座大厦 然后我们是 每一千个一数 所以 九座大厦 每个一千 收到多少? 没错 社区团体 已经收集到 九千个签名了 好像不是很难 好,现在 又考考你了 你们学校 全校二年级的学生 人数总数是多少呢? 如果要数出 如果要数出学校二年级 学生的总人数 以五百人一数 或者以一千人一数 可不可以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 因为 二年级的总人数 一般来说 不会多过五百人 所以 以每五百人 或者一千人一数 来数出人数 是不太实际的 那你觉得 每几多人一数 比较合理呢? 我猜 我想五十人一数 大家试一试 好了 我们现在再看看 螢光幕了 这里说 苹果五千个 如果二每五百个一数 那总共有 多少个五百呢? 其实计算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心算 心算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的 五千 如果是五百个一数 那我们就去除了 在这里看看 看一二三三个位 在这里 没错了 那这里是零 再補回 那 那 答案呢 就是十个 那就是说 如果有五千个苹果 以五百个一数 就有十个了 刚刚十 乘以五百 刚刚就是五千 好了 现在呢 如果是以每一千个一数 一共五千个苹果 如果是一千个一数 有多少个一千呢? 大家试一下 可不可以用心算算一下? 嗯 对了 如果以每一千个一数的话 就有五个一千 好了 我们再看看这里了 它现在告诉我们 这里有一个正方体 另外有一个 又是一个正方体 它告诉我们 这个呢 是有一千粒的 很小小粒 这些小正方体组成的 而这个呢 就有五百 怎么知道它对不对呢? 我们其实可以试试数一数 你数一下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是和了 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又是有十粒 那然后高度是多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呢 我们找正方体的体积的时候呢 是十 sorry 是 十 十 十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千 那我们呢 不用真的数一千粒的 我们数长、闯、高 长、闯、高 那三个乘了 我们就知道有一千粒了 那这个呢 他们告诉我们 就有五百粒 那是不是呢?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这个也是 先看数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 那这个呢 就变成了 两边 长、闯、高度是多少? 我们就数了 一二三四五 对了 五粒了 那所以这个呢 五百粒 又对啊 那所以我们现在肯定呢 这里呢 有一千粒 这里有五百粒了 那好了 现在他问你了 一块这些 一块这些 再加一块这些 总共有多少粒呢?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千 那我们就数了 一千 然后这个是多少? 一千 那加上多少? 二千 那这个是多少? 这个知道我们刚才看 是五百的 所以答案是多少粒? 对了 这里是二千五百粒的 好了 那他现在问你 这里是 那又看回这里了 那 螢光幕上面 有一个正方体 还有呢 有两个长方体 那这里有多少粒呢? 那你记不记得 刚才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 对了 这个是一千 这个呢 五百 一千五百了 这个是多少? 五百 一千五百 再加五百 这个答案是多少? 对了 是二千的 那现在再看看 这盒是什么? 要入纸巾了 那呢 他现在告诉你 每一盒纸巾 有多少? 有五百张 那 那问你 这一对 总共有多少张纸巾呢? 那我们怎么算呢? 那我们算一算 有多少盒呢? 1 1 2 3 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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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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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9 9 9 4 9 9 我们这几个数填进去之后 再继续开这个录影 就会看到我们的答案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有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做下不同的练习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